這個小事 都是屬於雲尼忠情的 最有王家強加強的音樂故事 雲尼忠情 王家強的音樂故事 雲尼忠情這幾天都會有 加強的音樂故事 那剛才呢 我們終於很清楚知道 十來歲的加強 去夾第一隊樂隊 那個隊名我都不記得了 什麼 Genocize Genocize Mee 族者 這些茶字典 不知道在哪一頁 兩條拍 是想的 對 那隊樂隊之後 你就決定去學Bass 有一點點叫林吉抱佛腳 這要放我來講 那個古老也是新仔 不是他名字是新仔 他也是合學 那就是說大家是為了夾一隊樂隊 才要學戲 我們是朋友來 我們其實是朋友 我們經常去玩 一齊 他剛好他們兩個想夾一隊樂隊 然後我們四個 比較朋友的四個造成的樂隊 嗯 然後加強的Bass老師 可不可以形容 沒有 你是無私自通的嗎 不是無私自通的 就是由夾樂隊開始 左問問 右問問 那家裡的歌又問一下 問人啊 是啊 很難啊 那我吉他樂都很熟悉的 他就教一下我 然後自己就經常開著個鼓機來jam 就是這樣 開鼓機jam挺好的 因為以前的鼓機 我不知道現在的鼓機 突然間不醒 現在的鼓機是怎樣 以前的鼓機很有趣 裡面 譬如A 是一個Samba的Beat 這個就是cha-cha 這個就是4-4 就是很多的節奏在裡面 一披出來 就像那些cha-cha 或者那些節奏 那些節奏就跟著彈 因為你Bass很需要那個Rhythm 很需要那個鼓 節奏給你去跟 那我就經常跟著那些節奏去玩 去jam 如果沒有人跟你彈 你家裡很辛苦 那你家裡會不會 就是 開始跟你哥哥 你哥的狂練結他 每天都彈很久 那你就去jam下去了 你又跟他 他不理我 不跟我jam 不如有空跟你jam 差那麼遠 就是他覺得 當然 你幼稚園來的 你不要過來教哥哥 是啊 哦 這樣的 但是我想像不到 怎樣無私止痛 其實我覺得都幾佩服 可以 因為有前科 他們每個都是這樣做的 譬如你怎樣 聽著唱片 聽著裡面的Bass怎麼彈 那我們俗稱叫執歌 執歌 執音出來 執彈法出來 這樣可能會執錯的 自己慢慢練習 慢慢練習 就是這樣 這樣執出來 也要有技巧 有很多技巧 真的要自己摸索 技巧 譬如買Bass書 買Bass書 怎樣教你怎樣彈 所以我說 其實比較基本的東西 就是彈一些Boost 以前Bass書也是彈一些Boost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要求 我希望黃家強 會不會是 真的 對 我們準備去拿一支Bass 在這裡 就是跟大家玩一玩 溫故之心一下 自學Bass 自學低音結他的黃家強 當時是怎樣去練歌的呢 我也想聽一下 其實都不是完全是自學的 都是有師傅的 我都問我哥 家裡放了一個歌 彈結他 去玩音樂 你都不問 你都不問 你是不是這樣問 他是詢問署 對 問多兩問 他就說 不是這樣說 不是多兩問 就嫌我煩 他說 其實玩音樂 其實Boost 是最基本的 玩音樂 玩Rock 或者是最基本的技巧 應該要從那裡開始 我自己再買Bass 也是 其實都教一些比較Boost 他是講得對的 其實Boost 也不是我自己的心頭好 是 不要緊 那也要學 好像當年Organ 但Organ要彈二歌 就差很遠 Boost我也可以 喜歡的 我很想聽你當年練 但我練那些Boost 我覺得很舊 好像那些六十年代陳寶珠 雨場片 對 雨場片那些 即是跟李琦 我彈回去 當年我練那些 跟李琦是女琦 對 李琦是女琦 跟阿修歌 跳舞那些 對 那些類型 那些電影背幕 對 我很想聽一下是怎樣的 就是這樣 不斷地練 對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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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那時候練了 就覺得很漂亮 但是就… 對 我覺得現在 這次聽到挺有型的 對 挺有型的 OK 但是後期慢慢增加 那種演變 已經不用再用彈法 這些是基本的技巧 比起初學者來說 也不用擦太闊 你不用太辛苦 後期可能會比較難些 擦遠一點 會擦遠一點 那些就會 要穿手 要靈活一點的時候才做 那真的去夾band 那你們彈什麼歌 會不會是大家很一致 都喜歡一種音樂的類型 我那隊band 對 你那隊 又說不到我的名字 沒有名字 只有幾個月 算吧 幾個月而已 對 半年都不夠 拆了給你 反面 這些就是夾band 原本好朋友女的四個 夾band就有個反面 他兩個反面 即是小反 不是大反 小反嗎 下小反 是無牌的 下無牌的 那跟著就 那隊band就散了 然後散了 你和我拍沒事的 沒事 因為我和我拍過音樂 那個 近一點 近一點 古佬就和另一個結他佬的音樂近一點 跟著那段歲月很短暫 就結束了 但是夾band的熱情是沒有減退的 對 然後阿榮就叫我去Beyond玩 就是當時你哥哥阿榮 對 即是第一代Beyond的 第二代 第一代 因為有William和阿潮 他們兩個離開 那只剩下家居 阿榮 阿家驅和阿榮 對 阿榮 然後加入你 就是第二代 第二代就是三個人 那時候你們三個人彈什麼 彈什麼 那時候家居開始寫歌 我還沒說我和阿柏 那時候合什麼歌 對 對 說回來 為什麼會散弦呢 為什麼會有一點反應 就是因為音樂路向 當年都不會玩 沒有什麼名字 所以就選歌來玩 譬如我和阿柏 那時候我拍過我喜歡Liu Wave的東西 就是Liu Wave的比較新浪漫的東西 Liu Romantic 那古佬和其他朋友 就喜歡一些Metal的東西 嗯 就是Hard Rock的Metal 哦 就是選不到 對 那大家雖然都要配合 那就選歌上兩邊的歌都選了 哦 有時是選了Cast 有時是選了Fenix 那些Metal那些 那就 照玩的 玩一下 他們開始就有些 對 開始吵了 每一次練歌 只會看到他們兩個吵 我和阿古老長有看著 哈哈 想盡到 對 他們兩個在爭辯 一些歌 或者任何東西 不過有一首歌我們玩得不錯的 當年 是嗎 這叫 Reflections of my life 可不可以彈一點過來聽嗎 記得嗎 不記得了 太久了 太久了 懂得唱一點 哈哈 唱 對呀 你是主音 對呀 那時候唱一點 真的唱 是嗎 哈哈 哈哈 再來 是嗎 你不是說嗎 說的 說的 歌 我記得 是嗎 哈哈 這樣很棒 是嗎 我是不是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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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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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